第583章 降临混沌在咆哮 无数强者都在疯狂怒吼 李浩逆转时光杀入过去 捞取未来将未来的伪混沌之皇捞取了出来 过去 未来 现在 三位一帖 此刻可以说时光用到了极致 整个时光星辰都好像有些无法支撑了 有些要破碎的征兆 而混沌雷劫则是疯狂汲取四方之力 汲取雷玉之力 诛杀这群人 诛杀时光修士 这是劫难之主 百万年前 自己定下的规则定下容易 想逆转就难了 对方此刻不处于混沌之中 而且混沌灵性不足 远不如百万年前 一下子 居然无法将规则更改 九阶制定一些规则 可今日 这个规则被人疯狂地利用 雷玉之中 雷尊几人愤怒咆哮 而道琪几人 则是疯狂大喜 疯狂轰击 道玉浮现 独刺万千 六道神拳浮现 雷霆万丈 万化帝尊此刻也浮现出来 幻境无数 笼罩天地 雾山拨动命运之轮 原本黑暗的命运 这一刻 好像绽放出光芒 李浩一出 好像将局势瞬间逆转 正在和人王他们 厮杀的那些天方修士 一个个口吐鲜血 疯狂咆哮 李浩 住手 你欠我天方人情 光明使怒吼 李浩 在杀他们的过去 虽然杀了过去 不是真杀死了他们 可过去的伤痕 映射到了现在 人王这些人 岂是好相遇的 抓住了机会 此刻 疯狂在爆发 那边 至尊也是震撼 震撼之余 也是露出了一抹笑容 这位心武的至尊 一直都是慢条思理 和人王的疯狂 好像格格不入 可这一刻 他对面的阴阳二使 也受到了重创 至尊笑了起来 大道书忽然浮现 一个刹那 长河之中 那无数雷劫 忽然一部分被抽取走了 一道分身浮现 宛如劫难降临人间 杰之道 不少人一震 杰之道 心武至尊也会 无数雷霆 席卷而来 至尊露出一抹冷色 本来 想杀死眼前之人 还有些麻烦 可如今 对方受伤 混沌雷杰就在头顶 不利用一下 对不起大家了 手中轿鞭 忽然化为一柄长刀 轿鞭 还有几分教导之意 刀 杀戮 杀伐之意 他又不是真的叫至尊 他道号 武王 武道之王 心武之王 一道道分身 忽然从书中走出 仿佛融合一体 至尊气息瞬间暴涨 远处 人王健壮 脸色微变 草 你什么时候 又偷了一堆能量 我咋不知道 你从哪偷的 没能量 分身数量难以增加 可现在 至尊当初进入八阶 也只是千道分身 可今日 分身好像上了两千 几乎翻倍了 这么多能量 一方八阶大世界 都未必够 你从哪偷的 人王忍不住大吼 老张 你能量哪来的 我不信 咱们心武多少家底 我还能不清楚 你从哪扣出一个八阶大世界 还不是一般的大世界 弄到了这么多能量 去完善你自己的道了 我咋一点不知道 至尊回头看了一眼人王 笑了笑 带着一些得意 一些小小的嚣张和高深莫测 你以为 心武全在你掌控之下吗 你错了 心武 我才是老大 此刻 一旁 一只猫 嘀咕一声 本猫的鱼 全部被他偷了 人王大怒 过分了 你偷一只猫的鱼 关键是 大猫居然没告状 你这白痴猫 你怎么不告诉我 可就算偷了大猫的鱼 应该也不够才对 大猫的鱼是不少 可要说堪比一方 顶级八阶世界 肯定是不如的 老张还有别的进场 人王来不及去问了 此刻 至尊气息暴涨 原本 至尊也只是出入八阶 交出了心武之后 其实也就勉强维持八阶之力 可随着分身增加 两千分身融合 刹那间 至尊的实力 达到了接近四千大道左右的实力 这样的实力 也就和阴阳二使一人相当 可就在这时候 一旁 阳神一声低吼 这位老牌帝尊 心武第一位跨入七阶的帝尊 甚至比人王还要早一些的帝尊 一声利吼之下 忽然 远处 那长河上空 正在抵御雷洁的未来皇者 陡然变色 忽然朝下看去 看到了那人 看到了那个中年男子 仿佛 稍有熟悉 微微一正 从未见过此人 却又仿佛 有些熟悉 为何 而阳神 抬头看去 看向那人 此刻 眼神有些波动 露出了一些笑容 嘴唇微动 与皇 又见面了 话落 神闻浮现 是的 神闻 阳神身上浮现出无数神闻 心武振兴城 心武圣地 武道圣地 各种自觉 层出不穷 李浩的神闻 其实就是通过振兴城绝学 从而演化而成 李浩一直只是觉得 大道殊途同归 有些类似 很正常 自己学自心武 又将心武自觉 进行了一些强化改良 所以 也不曾觉得有何不妥 可今日 阳神这位顶级武道强者 忽然浮现无数神闻 破阵 碎沙 天荒 一枚眉神闻浮现 好像贯穿了骨鸡 阳神 露出了笑容 抬头看着那位羽黄 哈哈大笑 找到你了 哄 全出 天破 陡然间 仿佛强大了一大劫 仿佛彻底明误了什么 仿佛打破了心中的枷锁 他找到这人了 他知道对方来历了 未来的黄 羽黄 他 居然来自未来 阳间无敌 一声嘀吼 天崩地裂 阳石陡然变色 阳神这一拳 充满了阳刚之气 超乎想象的强大 仿佛来自过去 仿佛来自未来 仿佛来自现在 三位一体 三身之法 三身之术 过去 未来 现在 好像合一了一般 心武镇天王 阳神之徒 一直都会分身之术 修不同之法 很少有人知道 阳神也会修分身之术 因为从未见过阳神分身 可今日 好像从无尽虚空中 走出了两道分身 仿佛从过去未来 走出来的一般 仿佛就从羽皇身边 走出一般 过去 未来 现在 此刻 都在长河之上 阳神笑了 这位低调的老牌强者 这一刻 三身合一 瞬间爆发出 强悍无双的阳刚之气 强悍无双 一拳打出 阳石骇然变色 怎会 身旁 武王也是一刀砍出 阴石 也是面露骇色 这两位 之前都只是刚入八阶的水平 忽然间爆发出强悍无比的实力 单独一人 也不弱于他们当中任何一位 何况 此刻 他们还受到了过去的影响 怎会 两人不敢置信 刚刚那是什么 为何这新武阳神 会忽然召唤出分身 若是有 之前就该出现 为何 现在才浮现 这神闻 银月王好像会 为何这阳神也会 新武和银月 又不是修一道的 还有 那长河之上的存在 为何也会 这三人 什么关系 所有人都震撼无比 哪怕人亡都愣了一下 倒是至尊 若有所思 好像有些预料 这位整天不着边际 穿着花裤衩 喝着椰子汁 到处溜达的阳神 一直以来 对新武的发展 好像也不是太上心 好像总有些心思 有些心结 今日 他好像破开了这些 此刻的阳神 肃穆 冷漠 张扬 疯狂 哪还有昔日的样子 死 神文镇压 无数神文爆发而出 轰隆一声巨响 对面 杨史挥拳 致杨大道爆发 却是在这一刻 被直接轰断 哄 杨史不敢置信 浑身被震碎 淒厉咆哮一声 不可能 新武的人 怎么会瞬间变得如此强悍 杨神冷漠无比 没看他 再次回头 看向长河中 抵御雷杰的那人 露出了一些笑容 羽黄 我等到你了 原来 这就是三身合一 原来 三身合一 这一刻 才能真正完成 贯穿过去未来 李昊入过去 你从未来而来 新武在现在 这才是三身合一 强悍的气息 冲击天地 眨眼间 从初入八阶 到了四千道则 他再次挥拳 一拳接连一拳 声音震荡天地 雨黄 何日 你能降临 我等你 长河之上 那年轻黄者 微微一正 看向那人 有些疑惑 很快 想到了什么 眼神微微一动 草 这些神闻 这三身合一之法 咋地 有点像 向我传授出去的 啥情况 这混沌中的老帮子们 和我还有些关系吗 轰隆 炸裂声响起 下方 羊神第二拳 夹杂无数神闻 打得羊屎 几乎四分五裂 而至尊一刀 也劈得英屎 浑身破碎 这两位 反而在这一刻 爆发出了 无与伦比的强悍 尽管不如人亡他们 可整个战场 这边 第一个出现了逆转 大逆转 一旁 苍茅鱼竿打出 一个刹那 大盗本源 大盗宇宙中的阴阳星辰 忽然 被鱼勾勾住了 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 那猫 喜笑颜开 鱼竿穿破了天地 猫爪子抓着鱼竿 使劲拖拽 喜滋滋的 胖脸上满是雀跃 钓鱼咯 哄 两颗星辰 居然 被对方从大盗宇宙中 直接勾了出来 不可能 阴阳二始 此刻并未陨落 肉身勉强恢复 这一刻 却是带着不敢置信 怎会 怎么会这样 这猫 从大盗宇宙中 将它们的大盗星辰 给钓了出来 这是什么能耐 这是什么术法 而那大猫 瞬间调走了两颗星辰 这一刻 却是咧嘴一笑 张大坏人 这一次 别想偷本猫的鱼 两颗星辰 在这刹那 化为小鱼 阴阳之鱼 在天地之间游动 那是两位 八阶强者的大盗本源星辰 都是顶级强者 还是阴阳合一 对强者而言 诱惑力不是一般的大 可下一秒 这猫 忽然一张嘴 将那两条小鱼 吞入腹中 人亡都是变色 大吼 分老子一个呀 你吃了 你吃得这么快干嘛 阴阳两道 我也休啊 嘎吱 大猫嚼碎了星辰 而至尊和阳神 都露出了一些无奈 这家伙 真黑心啊 好歹大家一起打的 你就给吃了 我是偷了你的鱼 可这一次 又没说透 至尊笑了笑 不再说什么 一刀砍出 轰隆 巨响声在起 两位强悍的帝尊 降临复苏不过一日 这一刻 却是都面露死灰之色 败了 惨败 肉身被击溃 大盗被击溃 道员更是直接被吊出来了 这 还有什么可说的 轰隆 炸裂声响起 阳神也同时出拳 阴阳二使 都是面露死色 欺然一笑 回归 复苏 争霸 九阶 原来 都只是梦幻一场 轰隆隆 炸裂声响起 至尊轻笑一声 道号取得不好 取什么不好 叫阴阳使者 不杀你们杀谁 而那边 人王也是利吼一声 发狠了 发狠的同时 忍不住怒骂 龙战 你在交配吗 打个五行使 打到了现在 可龙战 却是一言不发 其实也是无语 有苦难言 无他 李浩 并未对付五行使的过去身 是的 没有 五行使 没受伤 显然 李浩故意如此的 他曾欠下了五行使中 两人的人情 他压根没有去对付 他们的过去身 所以 其他人的对手 都削弱了许多 可有几人实力 没有被削弱 盘龙帝尊 还有五行使都没有 这才坑店 任王光知道吼 他知道情况吗 谁在交配 你才是 同一时间 长河上游 李浩持剑 一剑接连一剑 将场中那些修饰 几乎斩杀殆尽 可眼前 还有几人 李浩露出一抹笑容 火眼 盘龙 水玲龙三位前辈 此次 我不杀而等 算是偿还了一部分人情 也许不够 不过 我会保住你们性命 此后 人情债便还清了 过去事件 几人脸色巨变 而五行使中 有人怒喝 你忘恩负义 若无我天方 你能走到今日吗 你杀了大家的躯体 以不杀偿还人情 可恨 这算什么人情 李浩却是一笑 轻声道 你错了 还还是不还 全在于我心 我说还了 便是还了 何况 我不欠你的 话落 转身一剑 时光之剑 瞬间杀出 轰隆一声 那五行使中 金行使瞬间爆碎 火眼几人过去身 纷纷露出悲色 李浩却是不管 环顾四周 此刻 他压根不在乎逗留 是否会引起雷霆轰杀 来得越多越好 反正那未来之人会抵挡 和我无关 杀得差不多了 外界如何 他暂时还不知道情况 可想必 人王他们应该能抓住机会 到其他们也能 都到了这地步了 还不能抓住机会 这些人就太废了 他直奔天方介于上空而去 那边还有一尊雕像 天方之主的 李浩扶空而去 那雕像 仿佛是活的 又好像是死的 李浩上前一步 那雕像 仿佛睁开了眼睛 李浩眼神不变 他早就知道 这雕像 也许就是天方的 分身容纳之物 此刻 李浩只是看看 这里 也只是过去片段 不是真正的天方内部 李浩看了一会 叹息一声 灵性不够 分身也难降临 看样子 你做好了准备 能够横扫四方 杀死大量修士 你也能降临 若是不能 你天方修士死去 死多了 这些强者都有灵性 你也能借机降临 霸主就是霸主 算无一策 够狠 天方之主 不愧是霸主 做了两手准备 若是天方众人 能横扫四方 时间异常 灵性稳固 大到扩张 他分身自然可以降临 可若是出现变故 大量的强者死去 天方这边 出现了一些异常 死去的天方修士 都是强者 灵性足够的话 他也能降临 至于能降临多少实力 就不知道了 那雕像 也只是看着他 李昊转身便走 忽然 雕像开口 李昊 何必和天方为敌 从你崛起那一日 有多少人劝我 放弃你 我从未理会 你我 有仇吗 无仇 李昊也不意外 对方开口 到了这个层次 神通强悍的不可思议 李昊头也不回 你我无仇 只是 没人可以掌握我的命运 你也不行 放弃我 你凭什么能这么说 还是你觉得 我的一切 是你赋予的 还是说 事战赋予的 错了 这一切 是我自己争取来的 他不觉得 自己的一切是 别人给的机会 那是我自己争取来的 哪怕他拿到了 时光星辰 又如何 那是我自己拿到的 银约那么多人 那么多强者 我崛起的时候 什么也不是 为了拿到时光星辰 我机会消灭了一切敌人 这一切 都是我自己靠双手 争取来的 天方这位霸主 是和自己无仇 但是他居高临下 觉得一切都在他掌控之中 觉得自己的一切 都是他赋予的 他给了李昊机会 错了 李昊 绝不会这么认为 你不能阻拦我拿到一切 那是你无能 不代表 你不想改变 有这个能耐 你自己去掌握时光好了 雕像沉默了 许久 笑了 也许 你才是对的 是我想差了 李昊也笑了 扶空而起 我劝你 分身最好不要降临 此次 我针对的只是劫难 不是你 可你分身降临 给我带来了危机 也许 接下来 我会联手他人对付你 不是你我有仇 只是 你们 没资格去决定我的人生 天方不语 李昊 则是已经进入了 长河深处 瞬间消失在过去 这一个片段 也开始缓缓消散 李昊 天方呢喃一声 在片段崩溃中 缓缓消失 哄 长河震荡 当李昊出现的刹那 对面 雷杰再次爆发 那未来之皇 凄厉惨叫一声 被批得有些外焦里嫩 混蛋 这一刻 好像骂出了声音 该死啊 这雷杰 怎么会这么强 当看到李昊浮现 苏宇眼不是眼 鼻子不是鼻子 愤怒无比 老帮子太坑了 这雷杰 真的只是八肩 随处可见 为何觉得 强得离谱 虽说没劈死自己 可自己多强 混沌无敌 好吧 唯混沌无敌 那也是无敌 至于这样吗 至于被一道雷杰 劈成这狗样吗 李昊只是看了一眼 竖起了大拇指 厉害 就这雷杰 都没劈死对方 真够强的 上次对方一箭 击退了扶生 他想着 对方可能只有 七阶八阶之力 现在看来 只是因为 对方没能降临 真正降临 这一次 自己逆转时光 将对方拉扯了出来 对方才展露出了 真正的实力 很强 不比龙战弱了 我开的天地 有这么强吗 冷容那一位 接近九阶的强者 这么说 我开辟的时候 也许不是最近 自己现在可没这个实力 只是五千道则 左右的实力罢了 还不如这家伙呢 他只是看了一眼 没再多管 这位强也好 弱也好 目前 只能在长河中施展 是无法走出来的 他看向远处的雷狱 那边 还在战斗 到现在 好像也没杀死对手 有些慢了 再看天方战场 嗯 阴阳二始末了 再看阳神和至尊 李浩微微一正 阳神 那位看起来不太着调 穿着花裤衩的老头 今日 有些不一样了 什么情况 神闻 李浩仿佛看到了什么 眼神微变 振兴成绝学 他的神闻之道 其实就是通过 振兴成绝学研发而来 算是同源 可是 本质上有些区别的 那就是 振兴成绝学 有文无事 无神 只能叫绝学 不能叫神闻 为何 今日 这位阳神的神闻 有些不同 忽然 又看到了什么 感知到了什么 李浩轻易一声 好像想到了什么 想到了当日和至尊说的一些话 当初 心五附近的那个世界 到底是来自何方 他曾猜测过一些 而今 也许得到了一些验证 一时间 李浩稍有恍惚 这么说 阳神的神闻道 也许 来自 未来 而未来的神闻道 来自我 我的神闻道 来自阳神 操 这算什么 李浩都猛了 有些恍惚 鸡声弹 但生机 到底哪个更闲 此刻 随着李浩回归 雷杰好像稍弱了一些 也是能量 耗费巨大 加上李浩从过去走出 不如之前了 雷杰开始削弱了 可这样 哪能行 李浩笑了 忽然 看向四方 看向天地上空 笑容璀璨 生命的起源 到底怎么来的呢 一刹那 他忽然再次施展时光 这一次 不是针对任何人 而是 针对混沌大道 他要逆转混沌大道 他想看看 混沌大道 到底如何诞生的 昔日 他曾逆转一方 小世界的生命之源 差点把自己劈死了 还是二猫断开了雷杰 救了他一命 显然 探索混沌的起源 生命的起源 已经涉及到了 混沌最深层次的秘密 可这一刻 李浩抱着不甘白不甘的心思 一下子 开始深入混沌大道 开始逆转时光 别说 他对制造生命之源 真的很感兴趣 刹那间 混沌好像在动荡 这一刻 一直没怎么传来 声音的未来之谎 陡然怒骂 草 老邦子 你够了 他要气疯了 此刻 他已明误 雷杰从何而来 原本已经虚弱的雷杰 他已经可以抗衡 可在这一刹那 忽然 雷杰暴涨 无数雷杰之力 从雷玉被抽取过来 要阻拦李浩 逆转混沌大道 探索宇宙混沌的起源 这 十恶不赦 这甚至都不是 劫难之主可以控制的了 哪怕对方现在就在这 都未必能控制 时光星辰 好像在剧烈颤动 逆转一个小世界也就罢了 逆转混沌大道 相当于逆转整个混沌 时光星辰毕竟不是完全梯 此刻 剧烈颤动 整个长河也在疯狂动荡 无数雷杰 此刻 覆盖而来 甚至将整个混沌都覆盖了 雷玉那边 雷尊几人都彻底变了脸色 喃喃自语 疯了 彻底疯了 久迭劫难 也许要降临了 龙战此刻也变了脸色 人王也在变色 够了呀 人王抱吼 能杀他们了 别玩了 小子 雷杰覆盖整个四方玉了 这一刻 一道接连一道的雷杰 不再是单纯地覆盖李浩一人 覆盖长河了 而是 蔓延到了整个四方玉 四周 那些戒主们 疯狂顿逃 一个个七阶帝尊 脸色惨白 草 疯子 也好 趁着雷玉此刻 几乎彻底纪灭 先跑 跑出四方玉再说 至于什么世界不世界的 这时候了 谁还在乎 保密要紧 龙战此刻 也是头疼欲裂 新武来了 还只是杀人 这李浩来了 不是杀人 这是要彻底灭绝雷玉 甚至连四方玉都要打成废墟啊 这无数雷杰 此刻 越来越强悍了 轰隆隆 四面八方 无数雷杰 直接全覆盖打下 再也不是针对一两人了 此刻的时光之力 溢散到了天地各处 而李浩 眼中没管任何东西 与我无关 他的眼中 浮现出了一条粗大无比的大道 大得不可思议 仿佛 支撑了整个混沌 这一刻 他才清晰无比地看到了整个混沌大道 那大道法则 无数 密密麻麻 有的沉寂了 有的活跃 有的好像活了 有的好像彻底断裂了 再往上看 好像 宛如一颗心脏一般的东西存在 混沌之源 或者说 整个混沌的生命的源头 也许 也是大道的源头 碰 那微不可闻的跳动声 传入李浩尔中 宛如世界新生 宛如天地重开 他有些恍惚了 好像沉浸在了其中 这一刻 他陡然惊醒 仿佛想起了什么 眼中的欲望 再难遮掩 这是 混沌生命的源头 他们 一定在这 源头 李浩笑了 笑得有些疯狂 忽然 时光逆转 忽然 手中浮现一滴血液 逆转乾坤 生死轮回 我要复苏他们 父亲 母亲 小远 如果 你们是生老病死 我不会如此迫不及待 如此的渴望 可你们 都是被人所杀 不是正常死亡 这不应该 你们 能复活 我找到了混沌的源头了 既然在银月 找不到你们 那就在这 寻找你们 逆转时光 天地轰鸣 混沌震荡 有人冒天下之大不韦 从混沌的源头 去找人的灵 在无数生灵中 寻找三个死去的普通人的灵 生命的源消散在了银月 但是绝对不会消散在混沌之中 因为混沌 包容一切 李浩 要在混沌之源的根源 逆转时光 复活三人 轰隆隆 无数雷劫 疯狂披下 整个天地 化为了雷狱 李浩 已经触及到了混沌的根源 这一刻 一条条大道 好像活了过来 他疯了 李浩 当桌 天方 此次 再也无人能保他 他已经 无所顾忌 彻底疯狂 他在拨动混沌的源 那是所有人 所有强者 包括九阶强者的源头 这人 留不得了 二代时光 必须要死 不管三代是谁 他都要死 何止他们这么认为 这一刻 疯狂的人亡 也觉得 李浩完大了 那长河之上 那未来之皇 倒是笑了起来 节节而笑 原本还正常的他 忽然眼睛有些发红 时光老帮子 真有意思 我还以为是个读书人 是个斯文人 原来 是个神经病 不是白衣如雪吗 不是仙气飘飘吗 不是一剑贯穿天地 潇洒离去吗 怎么 此刻 是万劫加深 狼狈无比 却又疯狂无比 欲望强烈到了 甚至连未来 都能感受到呢 不是大道无情吗 不是无所追求了吗 怎么会这样呢 传言不可信啊 果然 一切的黑历史 都只能从当代获取 无数年后 谁还记得你的黑历史 不行 得录制下来 这一刻 这位未来之皇 忽然不管雷杰了 任由雷杰加深 笑容灿烂无比 取出一枚神文 对着李浩录制 笑得灿烂无比 好玩 有趣 他被辟得浑身焦黑 却是毫不在意 只是录制着 看着 笑着 呲牙咧嘴 可这一刻 长河剧烈动荡 他好像 感知到了什么 微微皱眉 时光不够强 看样子 时光这老头 还没彻底掌控时光 没有强大时光 快撑不住了 他有些恋恋不舍地 收起了陆制服 他决定了 要将这录下来的 凄惨时光 置入时光 长河深处 让无敌者们观摩 千秋万代 只是 当看到自己有些消散 长河巨浪奔韬 好像要将自己 打回未来 苏伊有些不乐意了 我还没搞定雷杰 我还没看完好戏呢 你让我走 我就走 开天 迪鹤一声 文明智浮现 宇宙文明浮现 万道神文浮现 一杆长枪浮现 好像 比一般 出现在他手中 他笑了一声 手持长笔 忽然朝时光长河点缀而去 好像在画什么 画一个世界 画一个天地出来 整个长河之上 忽然浮现一个虚幻的世界 虚幻的天地 波动的长河 居然有些稳固起来 一枚眉神文 从笔中浮现 修修补补 那动荡的长河 渐渐地 居然开始稳固 而苏宇 喘息一声 规则之力 疯狂从身上溢散而出 却是毫不在意 一脸笑容 下一刻 一挥手 一道门户浮现 注立在长河之上 笑容璀璨 留个后门 回头 我再来 这里 就是过去 就是时光的时代 我还会再来的 帮你稳固一会 别弄碎了 弄碎了 也许未来会改变的 苏宇大吼一声 下一刻 看着还在劈砍自己的雷洁 眼中凶光一闪而逝 你当我好欺吗 加持我身 身后 一味未修士 忽然大道浮现 神闻浮现 天地加持 万界之力加持 那苏宇 气息陡然暴涨 一刹那 甚至达到了一个极致 无限的接近九阶 手中的文明智 再次浮现 刹那 化为一杆长枪 碎 一股滔天劫难之力 浮现在天地之间 浮现在长河之上 我为规则 规则 我来制定 区区雷劫 真当我无法击溃吗 轰隆隆 无数雷劫 瞬间爆碎 手中长枪 也瞬间爆碎 苏宇口吐鲜血 身后 一味味身影虚幻的修士 都在倒退 而苏宇 却是笑了起来 他好像还想做点什么 可此刻 也感受到了 再往前 可能会让这不强的长河 彻底崩塌 他看向李浩 看着他那疯魔 欲望缠身的样子 微微凝眉 很快 恢复笑容 时光 等你 别再玩虚的了 下一次 我要真正降临 哄 长河开始崩塌 他迅速倒退 笑声响彻天地 轰隆隆 道河席卷天地 他瞬间消失在原地 声音 依旧还在传荡 而李浩 也渐渐清醒 当看到眼前 那无数大道规则 阻拦自己 甚至要击溃自己 他知道 此次复活 大概 不行了 九阶 在拦着自己 他看向虚空中 那条粗大的 不可思议的大道 忽然轻声一笑 你们拦我 阻我复活家人朋友 你们 便是我的仇敌 我会 一一铲除你们的 剑出 哄 降临的雷杰 瞬间被他击碎 此刻 远处 雷狱中 终于传来了七粒吼声 无数雷狱之力 被抽走 那一位位雷狱帝尊 都虚弱了 到了一个极致 这一刻 开始了陨落 轰隆 仿佛山崩 仿佛地裂 雷狱的几位巴结 开始陨落 而雷杉众人 此刻 也是纷纷咆哮出声 幻化虚影 强悍无比 覆盖天地 雷杉 斩远古瘟疫于此 空戒 斩远古山崩于此 一位位帝尊 斩杀强者 纷纷抱吼出声 与此同时 人王一刀杀出 这一次 也是用尽了力量 怒吼一声 长刀在这一刻 忽然幻化成了他自己 宛如两个人王降临 给老子死 大家都在杀人 他这个放狠话的 却是纠缠到了现在 没脸见人了 哄 炸裂声传出 暗魔使直接被一刀裂开 带着一些无奈和悲哀 复苏之日 陨落之日 道主 能复活我们吗 愿意复活我们吗 光明使大惊失色 这一刻 再也不想其他 转身就逃 暗魔使被杀 光暗合一被破 他显然不可能匹敌人王 人王杀疯了 此刻 恨得牙痒痒 再留下 必死无疑 可人王乃愿意被他逃走 这刹那 忽然 一声利吼 何提 刹那 人群中 一些人 忽然消失 再出现 一些心武帝尊 不是一些 只有少数几位 居然化为了他躯体的一部分 血帝尊融入气血 铁头帝尊化为铠甲 猎神帝尊化为长枪 不止如此 那仓帝 也忽然化为本源的一部分 人王气息再次暴涨 一枪扎出 扎破了虚空 碎裂了苍穹 打破了天方宇宙 带着恼怒和羞恼 你还不死 非要逼我如此吗 自从杀死天帝之后 他再也没有动用过合体之法 无他 合体 其实是占留下的一些痕迹 他不是太喜欢 占研究出来的 以人为气血 以人为精神 其实也是一种战法 很独特的战法 但是 很不人道 平日里 再难 他都不想用 可今日 真的丢不起这个人了 他要用 光暗使者 是他一开始就放了狠话要杀的 绝不能食言 被人取笑 轰隆隆 长枪扎出 光明使骇然失色 凄厉大吼 道主救我 这一刻 逃无可逃 唯有寄希望道主降临 而人王 却是冷笑一声 低不可闻道 你不死 他如何降临 他仿佛 也猜到了什么 判断出了什么 死了阴阳 死了按摩室 不够 你不死 那家伙 哪有那么容易降临 你还指望他救你 想太多了 而龙战 脸色微变 看向人王 心思浮动 你可知 杀死光暗 应该足够天方分身降临了 人王抬头看去 灭笑一声 仿佛在说 那又如何 而一旁 李浩面色有些惨白的不像人 他只是默默看着 看着天空 他已经看到了 一抹灵光 从混沌大道的深处 渐渐浮现 一人 正在走向此地 天方 要降临了 李浩笑了笑 低头看向人王他们 看向龙战 笑了笑 轻声道 天方前辈的分身 大概要来了 话落 看向远处雷雨 忽然又笑 劫难老鬼 居然也想此刻降临 是觉得 死得不够吗 这些酒劫 在这一刻 居然都选择了降临 而龙战 原本还算淡定 一下子 忽然有些恼火 低骂一声 草 你俩 靠谱点行吗 降临一个 这在玉器之中 两个 我真没这个打算 你们这群神经病 真不怕死吗 老子还不想死得这么早 来两个 挡不住的 别开玩笑了 人王黑黑一笑 男男自语一般 才有意思 老龙可别跑 你跑 杀光你的人 龙战面色冷凝 这疯子说的话 他信 自己赶跑 他们这伙人 可能真会灭绝 所有混沌族 骑虎难下了 果然 和这些人合作 爽是爽 可到了关键时刻 可能要栽大跟头 第584章 面对面 光暗使者 阴阳使者 先后被杀 雷狱那边 几位六阶 也纷纷陨落 此刻 星武朱强 更是在至尊的带领下 围杀那些七阶天方地尊 不断有人陨落 这一战 爆发得快 结束得也快 可事实上 对李浩他们而言 其实只是开始 从一开始 他们也没把这些人 当成大敌 是的 从一开始就没有 这群人 就是肉 不了解现在的混沌 不了解任何人 就敢回归 妄自尊大 他们算什么 真正的敌人 一直只有九阶 只有打破了九阶 此刻降临的想法 打破他们的幻想 才能让混沌 安静一段时日 否则 别想安静 这群九阶 离开太久了 但是 他们够强 光暗使者 他们不够强 所以 这群人注定 在几位霸主面前 逃不了任何好处 别说 就眼前这点人 更多一点 都能解决 还有人没出手呢 西方的混天 南方的春秋 这些人 就会眼睁睁地 看着九阶降临 不可能的 所以 光明使者 他们死得不冤 龙战这些人 也未必就动用了 全部底牌 否则 龙战还能留到现在 一群对百万年前 毫不了解 又没足够实力的家伙 回归 就是送菜的 此刻 李浩开口 五行使河畔龙帝尊 都停手吧 带着你们的人 退回去 我保你们一命 天方帝尊即将回归 想报仇 想如何 等他回来了再说 几位残存的八阶帝尊 脸色俱变 此刻 有些怀疑 李浩回头 看向龙战 龙战笑了笑 轻声道 浩月道友开口 我曾答应过你 当然没问题 这些小角色 也不是我此行的目标 天方既然回归 他们 随便便是 小角色 此话一出 天方诸强 脸色有些难看 小角色 一群八阶帝尊 成了小角色 哪怕在百万年前 他们也不算小角色 他们是天方的帝尊 还是八阶帝尊 使者一级的存在 五行使 甚至能联手缠住 龙战的存在 而今 这位 称呼他们小角色 可随着四大强者被杀 此刻 生死使者 都有些要陨落的架势 五行使这边 那火眼帝尊 叹息一声 开口道 你们 他刚想说点什么 可一个刹那 忽然 李浩消失了 众人一惊 龙战微微扬眉 但是没吭声 就在这一刻 一股剑意 一散天地 正在和凤年他们 纠缠的生死使者 死亡使者 忽然脸色巨变 刹那 长剑穿透他胸口 李浩长河席卷 直接将他席卷进入长河 一个瞬间 消失不见 回归到了原本所在地 火眼帝尊变色 李浩回头 轻笑一声 我答应过你们 偿还人情 就如之前在过去刹那 我所说的 我答应的 会还 所以 保住你们的性命 其他人 不在此行列 死亡之气 我还有用 所以 死亡使者 还是归系的好 狠辣无情 此刻 龙战都微微扬眉 好一个李浩 李浩实力不算极强 可五千道则左右的实力 加上生死使者 又一直被消耗纠缠 加上李浩刚刚说放过他们 龙战也答应了 生死使者 也许还以为李浩说的人 包括他们 放松了一些警惕 可谁能想到 下一刻出手的 就是李浩 直接时光瞬移 一剑就杀死了死亡使者 这 龙战都是头皮略显发麻 这家伙 这脚还人情 刚刚那话 甚至是故意分散对方的注意力 真不是个好东西 不远处 盘龙帝尊 也是脸色一变 好狠的一人 说出手就出手 一剑就杀死了强悍的死亡使者 这家伙 太黑心了 李浩云淡风轻 突袭 转移注意力 奉言他们为杀 自己瞬间出手 杀死一位四千道则左右的修士 不算什么 这家伙又没自己强悍 杀死了就杀死了 之所以要死亡之气 也是想到了灵红玉 需要一些死亡气息 去完善自己的地狱体系 既然看到了 没道理不杀死对方 李浩云光撇向那些人 撇向之前在过去 反驳自己的精灵使者 还敢反驳吗 此刻 五行使都脸色难看无比 却是没在反驳李浩所谓的还人情 因为 之前 在记忆中是有显示的 此人 一言不合就杀人 压根不是之前 有所了解的那样 这银月王 根本不是什么圣人 而是天底下最狠毒的人 此次 雷霆覆盖四方玉 差点将整个四方玉都灭绝了 而这 不是李浩第一次做了 这一刻 李浩这边 一道道身影 好像穿透了时光 迅速降临 一道道气息 浮现在李浩身边 到其众人 此刻都是杀伐之气 覆盖天地 看到李浩 一个个都露出喜色 此次 他们大获全胜 当然 全是李浩的功劳 硬生生地将雷玉的那些强者 给抽空了 到后期 甚至压根一点雷霆之力 都无法浮现了 就这样 硬是被他们这些 弱许多的修士给耗死了 最后死得可惨了 此刻 那边有劫难之主的气息一散 他们担心无法匹敌 所以纷纷赶来 而李浩 看了看混沌四周 笑道 去 趁着那些七阶修士走了 将他们的世界全部吞噬掉 几十个世界呢 林月 你去将人全部收走 黑豹 你去将世界全部吞噬 二猫 你去将生命之源全部吞掉 此刻 龙战脸色微变 李浩笑道 龙战前辈 我担心天方降临 会将四周世界覆盖 全部吞噬 恢复自身 这样 就是资敌了 龙战脸色略显难看 四周 数十个七阶世界 而那些七阶之主 之前都跑了 就算还有 也就个把人还在 能挡得住这群 如狼似虎的家伙吗 李浩 要吞噬这些世界 混蛋 这是四方域的领地 龙战眼神略显难看 很快 低沉道 你们也去 此刻 战斗差不多停歇了 五行使他们 也不敢继续站下去了 带着一些残余的强者 纷纷后撤 回到了天方 也就剩下七位八阶 还有十多位七阶 少了几乎一半的人手 实力上损失一半都不止 这时候 龙战知道自己无法阻拦 只能选择河流 你的人去吞 我的人也去 他们这边还没结束 新武那边 一群人 压根不等人亡开口 疯狂朝那边的大事件 顿去 白宋的事件 要了 道琪他们 一开始好像还有些不好意思 一看新武的人跑得这么快 瞬间急了 一个个疯狂朝那边顿去 我们的 李浩露出了一些笑容 看向龙战 龙战沉着脸并未说话 因为四周还有一些混沌一族的世界 他皱眉 沉声道 人族的世界 你们随意处理 我混沌一族 还需要安定的家园 浩月 不要太过分了 当然 李浩笑了 所有人 不得入侵混沌一族领地 李浩声音传荡而出 又笑道 若无高阶坐镇 未必是混沌一族领地 可以吞噬 龙战眯着眼 看着李浩 微微凝眉 低沉道 天方和劫难都将回归 浩月 此刻 你非要如此作甚 李浩 要混沌族强者回归 坐镇本土 才不会吞噬 显然 不希望他的人分悲耕 有些过分了 李浩轻笑 我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龙战前辈 你可知道 我的时光 快磨灭了 李浩笑得有些阴沉 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 吸收一点世界 回点血 前辈何必和我争呢 是前辈 让我难受的 既如此 前辈也难受一点好了 龙战无语 李浩又道 另外 前辈还欠我一句分身 百亿大道结晶 你方杀死了几位 七阶帝尊 天方帝尊 尸体都归我了 就当前辈偿还债务了 那边 凤炎几人都怒了 这么说 一站下来 他们什么都没获得 全部给李浩他们拿走了 四周的世界没了 战利品也没了 刚刚李浩 还趁机杀死了死亡帝尊 而生死死者 都是他们纠缠到现在 甚至要击杀了 李浩来捡便宜的 凤炎怒道 李浩 你太过分了 李浩笑了 看向人王 人王前辈 撤 此地交给龙战前辈解决 两位九阶 都是他的战利品 我们不抢 天下之大 何处去不得 反正 你心舞 我音乐 都只有一方事件 那么点人 随便带走 流浪混沌即可 人王抱着胳膊 一边恢复 一边笑 我还想见识一下九阶呢 不过 你这么说 咱们才是一家人 也行 龙战眼神微变 若是只有一位九阶分身 他真不怕 可两位 这俩家伙 此刻趁火打劫 到了这一刻 才能体会到 原来 他们还是敌人 李浩 这家伙 真狠啊 将为狱强者一网打尽不够 杀死了死亡使者 现在 又要夺取那些七阶世界 还要取走混沌一族 杀死的七阶帝尊尸体 而人亡这边 阴阳 光暗四位强者 尸体道员都是他们的 他们杀死的七阶 也是他们的 现在 也在分那些七阶世界 这么一弄 双方都获得了巨大无比的利益 而混沌一族 什么都没 这也是李浩第一次 战场上分赃 而且 第一次主动去要 去抢 当人不让 一分不给 几乎将混沌一族所有的付出 全部剥夺 无他 敌人 龙战是霸主 是有雄心 是有心胸 也有壮志 可是 敌人就是敌人 此刻合作 不代表未来还会合作 李浩起会给他 继续壮大自己的机会 龙战 明摆着有一些把握 去对付一位九阶 不趁着现在剥削他 难道等战后扯皮 迫于形势 龙战也会认的 果然 龙战深吸一口气 好 给你 那之前欠你的账 一笔勾销 李浩笑了 好啊 虽然未必够 毕竟只是一些七阶尸体罢了 可也差不多了 我又不是斤斤计较之人 龙战不吭声 脸色 有些难看 李浩 有些难缠了 此战之后 若是能轻易解决九阶分身的话 也许 要想办法 将李浩解决 当然 未必有机会 而且 也许还需要李浩去牵制一些强者 正宗的杨虎为患了 可是 没办法 一边是一群九阶 一边是目前还不能给他制造死亡危机的李浩 哪怕知道李浩潜力极大 他也只能捏着鼻子刃了 而人亡 也不多说 光明史的道员 全部丢给了光明帝尊和耀阳他们 黑暗之力 则是丢给了李主 他也不说什么 只是看着虚空 问道 还要多久 很快 李浩看了一眼 眼中好像浮现出什么 开口道 最多三分钟 他还需要一些能量汇聚 已经很快了 又朝雷狱那边看去 时间应该差不多 这点时间 也就够大家先打扫一下战场了 也行 人亡微微点头 笑了笑 看向李浩 那还有点时间 问你个事 刚刚那是啥玩意 未来之人 我知道 不过 好像有些特说 和我们家老杨头 好像有点关系 一旁 杨神有些别扭 这话说的 咋说话呢 李浩点头 看了一眼杨神 也有些唏嘘 没想到啊 杨神 当年可能受过那未来之人的指点 当年星五附近的世界 大概率就是未来的一个世界 那人 可能扭转过时光 进入过这个时代 但是不是现在 因为要是现在 那人应该清楚 显然 可能在之后 而杨神 应该是从那边 学来了神文之法 只是这个时代 灵不够 他的神文 显得有些孱弱 有些浑浊 但是 的确是真正的神文 而自己 又是从银月这边 遗留的振兴绝学 学会了神文之法 一饮一浊 真有意思 他没多问 也没多说 有些事 问了 也没什么意义 杨神未必会说 何况 说了 也就那样 此刻 杨神的确没说什么 只是 既有些恍惚 在看李浩 眼神其实有些异样 这羽黄 是李浩召唤来的 而李浩 和对方关系 显然不一般 对方 来自未来 而实际上 算是杨神半个师傅 是的 半个师傅 在那个时代 星五初开 本源还没浮现的时代 杨神 天帝 帝皇这群人 都是懵懂无知的存在 天帝得到了种子的青睐 种子 世界的意识 天意这样的存在 无所不知 可天帝 实际上不如杨神 为何 因为 杨神有自己的机缘 他总是喜欢乱跑 流浪 到处逍遥 于是 他有一些外人不知的机缘 于是 才有了后来 甚至比巅峰期天帝 还要强大的杨神 只是 他一直奇怪 那人 到底从何而来 去哪了 星五走出世界的第一时间 他就去寻找了 却是没能找到什么 哪怕那一方容纳了 剑尊他们的世界 他去看了 但是也没见到那人 直到今日 他知道了 那是 未来之人 而今日 也知道了 那人口中的 老帮子 也许是眼前的李浩 很可笑 在他眼中 李浩只是小家伙 在羽黄眼中 李浩是老帮子 而在羽黄眼中 自己 也许只是个小家伙 真是 乱了套了 所以这一刻 看李浩 眼神其实有些复杂 但是没说什么 原来 羽黄口中的老不死 是这位 哎 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了 时光长河浮现 自己三身合一 召唤了过去未来 居然是从李浩的长河中召唤出来的 可笑无比 原来 他的巅峰之路 是从李浩这里开始的 此刻 人王好像也想到了这些 也没多问 他也不太在意这些 看向四方 笑道 待会怎么办 老龙对付一个 我觉得问题不大 咱俩 对付另外那个 李浩摇头 天方 哪怕只是分身 也未必好惹 西年的第一强者 分身就好对付 龙战前辈 能有想法对付 那是想着混沌之灵 也许可以冲击死对方 龙战顿时皱眉 李浩却是说道 但是 我看难 很难 而且 天方本土还在 此刻 还在强大 其实还是很难解决的 所以 还是星武和他们联手吧 我去解决劫难 你行吗 人王看了他一眼 五千大道 另外 时光即将耗空 你确定你可以 这边 也就几位八戒 就算现在吞噬了世界 也没那么快见效 瞬间就强大了 一群人 对付一位九戒的分身 未必能行吧 而他们这边 强者可不少 龙战 自己 老张 阳神 此刻 都不弱 哪怕老张和阳神 此刻 大道之力 都接近五千大道了 就算比李浩弱一些 也弱得有限 你这边 却是你最强 哪怕龙战此刻 很不爽李浩 也不得不开口 陈生道 没必要如此 我一人可以对付天方 你们最好联手 对付劫难 否则 一旦你被击溃 对我们而言 反而是巨大无比的危险 没必要此刻成英雄 大家都知道 对方的实力底子如何 除非刚刚那未来之人 直接降临 还有希望对付九戒分身 可显然 李浩的时光 不足以支撑对方出现了 别说降临了 那几乎没可能 那人 也许有接近龙战的实力了 不用 我自有办法 当然 谁杀的 归谁 哪怕九戒的分身 也很了不得 是个巨大无比的财富 人王前辈 小心龙战前辈翻脸 人王笑了 笑得有些意味深长 翻脸好啊 不过应该不至于 老龙这种霸主 岂会在乎这点赢头小利 三人 好像赌信能赢 赌定那两位九戒 都是送菜的 此刻 其他人反而忐忑不安 九戒啊 你们 真的不需要准备一下 比如 让大家迅速聚集 然后围杀 围困 围攻 好歹有个战术战法之类的吧 结果 光听你们分赃了 说得好像两位九戒 啥也不是一样 太自信了吧 龙战没心思和他们多说什么 也没心思和人王打嘴炮 这家伙嘴炮无敌 之前和光案使者交手 两人差点被他骂哭 出口就是脏话连篇 问候了他们祖宗十八代 和这种人打嘴炮 真的很让人头疼 他们这些霸主 多少有些风度的 架不住人王不要脸 此刻的他 依旧凝重无比 而李浩 也没多说 直接朝雷狱飞去 人王倒是想说一句 见他直接跑了 耸耸肩 算了 不管了 这家伙很嚣张的 比我还嚣张 敢去 没把握 那就自己挂掉算了 此刻 至尊倒是微微皱眉 看了一眼人王 还是相当危险的 九阶 大家没打过 不知道具体如何 现在李浩时光之力耗空 就他这五千道则之力 能和对方斗吗 就算有一些算计 也未必管用 有时光长河在 李浩行动很快 换成平日 起码要飞行很久 此刻 几乎是瞬间抵达雷狱 此刻 雷狱这边 还有人在清理战场 见到李浩 都很兴奋 不过 又感受到雷狱那波动的一些能量 他们也有些忐忑不安 李浩什么都不说 将一颗压缩的星辰 丢给了林红玉 死亡使者的道源之力 你看看能否吸收 林红玉也什么都不说 因为 没必要去说 很多事情 刚刚 其实都被投影映射过来了 李浩直接翻脸 杀死了死亡使者 他其实看到了 也知道 他为何翻脸杀死对方 这一刻 也没必要多说什么 他开始盘膝汲取那些死亡气息 尽管八阶之力 让他难受无比 甚至有些崩溃 这时候 也没任何声音传出 默默吸收着 那让人窒息的死亡之气 而李浩 只是默默地看着四方 过了一阵 一味味修饰 纷纷回归 一个个都有些激动 四方域的强大世界 今日几乎被一网打尽 大量的七阶世界 被他们直接吞噬 或者压缩 还有天方的一些七阶尸体 还有雷狱那些八阶七阶的尸体 此次收获 巨大无比 不过 这时候 道琪稍有忐忑 朝远处看了一眼 有些不安 天方之主 可能要降临了 还有这边 劫难之主好像也是 咱们 不会要打劫难吧 打天方 他真不敢 可打劫难 心无怎么没来 他也有些忐忑了 他曾见过劫难之主的 此刻 迅速道 劫难之主相当强悍 在新年的九阶之中 也并非弱者 在那个时代 他执掌劫难之道 惩罚一些犯错修饰 混沌中无数人忌惮 雷杰只是其一 李浩微微点头 他知道 百万年前 曾交手过 当然 只是过去 现在的劫难如何 他也不清楚 此刻 四周气息越来越强悍了 雷帝也忍不住道 可以打断他的回归路程吗 这么高 他也有些怕了 李浩摇头 灵性易散 大量强者死亡 而且易散的 都是劫难之力 和天方之力 这些九阶早有准备 甚至是规则 所以 他和天方是可以降临的 你根本不知道 他们本体何在 如何打断降临 打断不了的 除非 反杀过去 那是真的找死了 分身还能一战 本尊 送死吗 这时候 空气一边狂吸那些大道之力 一边凝重道 那咱们 大概不敌对方吧 李浩点头 当然 九阶的分身 就算不到九千大道 也有八千以上了 肯定是不敌的 众人瞬间无语 那你 还如此淡定 操 你是不是又有些发疯了 用时光 镇压他 时光 大概用不了了 透支得太厉害了 众人急了 那你怎么打 躺着打吗 咱们加一起 也不是对方对手 李浩却是笑了 看向四方 所以啊 还得靠大家帮忙 融合 此刻 他们倒是想起了李浩之前对付轮回的办法 如今大家都更强大了 李浩也是 上次融合可以杀死轮回 那这一次 杀死劫难分身 应该也行吧 二猫瞬间面露绝望之色 上次 八阶都没融入 此刻 难道让我复制八阶 开玩笑 李浩 不安好心啊 他一直没到八阶 刚刚李浩让他吞噬了许多世界的世界之源 他有朝八阶进发的趋势 难道 就是算计到了现在 让我进入八阶 迅速复制大盗 然后 融合 可是 来得及吗 他已经感受到了强悍的气息 很可怕 即将降临 就算自己马上进入八阶 也来不及了呀 他忍不住道 你要给我时光加速吗 要的话 那就 快点吧 他有些悲愤 算了 就这样吧 总不能看着大家被打死吧 我又不是大猫 大猫才残忍 我是个好猫 罢了罢了 我就 吃点亏算了 来不及了 李浩摇头 二猫一正 啥 不是融合吗 此次 不是融合 李浩看着虚空 一道灵光 一傻而逝 好像跨越了千万里 有人 要复苏了 远处 天方 一股滔天气息 波动天地 甚至映射到了整个四方域 一股强悍无边的气息 正在疯狂扩散 无数大盗之力被抽取 混沌之力被抽取 整个天地 仿佛都被什么东西笼罩了 威亚 强悍无边 一道人影 明明不算高大 却是在这一刻 仿佛映射到了所有人脑海中 心中 那是一位看起来相当年轻的修士 风度翩翩 他仿佛踏空而来 带着一些神秘感 如闲庭阔步一般 浮现在一座雕像之上 四周 一位未修士 还活着的五行使者 纷纷激动无比 道主 尊者 我主降临了 剩下的修士们 兴奋到癫狂 天方之主降临了 无敌天地的存在 西年曾横扫四方 无意敌手 真正的无敌存在 有史以来最强者 天方之主 空间道主 天方事件 那巨大的宫殿之上 雕塑 好像渐渐复活了 天方之主 样子渐渐清晰 带着一些唏嘘 一些感慨 看了一眼四方 轻叹一声 物是人非 沧海桑田 百万年岁月 熟悉的混沌 不再熟悉了 熟悉的人 要不死去 要不就和他一起 在那地方自封真身 百万年了 太遥远了 哪怕他 也觉得岁月无情 太遥远了 此刻 看向众人 少了不少人 他知道 这些人不死 他无法迅速回归 只能等待天方扩张 只能等待天方扩张 用死人的方式回归 并非他所追求的 他更希望 可以慢慢来 可现实是 此刻 只能启动备用方案 外面 人亡也好 龙战也好 此刻都忌惮无比 那强悍的气息 强大的威压 连他们都有些难受 猖狂的人亡 此刻都没那么猖狂了 眼神 变换不定 心思不一 传音至尊 打得过就打 打不过 就跑 让龙战殿后 这家伙皮操弱厚的 能抗打 起码接近九千道 甚至 已经达到了 他有些忌惮了 太强了 别看他现在实力 也极其强悍 接近七千道则的存在了 甚至爆发力更强 可到了这个层次 差一两千道则 甚至是有灵性的道则 他绝对不敌 这还是分身 本尊降临 人亡怀疑 自己能被他一拳打死 这么强的吗 到了九阶 蜕变这么大 心中有些明雾 不是蜕变大 而是 有序了 就如那未来之人 其实也就五千道则左右 为何如此强大 因为 他的道 有序 极其的有序 规则 眼前的九阶 其实也一样 哪怕没有未来那么有序 可人家的八千道则 都能当八阶的九千道则来用 同样七千道则 也会比无序的他们更强 这就是九阶的难缠之处 而这一刻 龙战也是眼神变化 传因那些混沌族强者 若是情况不对 马上顿走 跟着人王他们跑 不能离得太近 我来断后 是的 他做好了准备 指望人王他们断后 那送死好了 只能自己来 这一刻 他也心有揣揣 这天方 可能比预期的更强 他 未必能对付了 鱼光瞥向红月 传音道 红月 能否成功 你是关键 欲望之道 绝对不弱 李浩能借此杀死轮回 你主修欲望 你也可以 何况 还有我的配合 你若是此次没有剑术 你觉得 这辈子 能否躲过李浩的追杀 躲过人王的追杀 红月帝尊面色变幻 可以吗 不可能的 今日一战 心舞和银月的强悍 让他绝望 别说对抗了 就是躲起来 这些人也能轻松抓住他 甚至抓住过去 去杀他 太可怕了 只是 天方啊 无敌的存在 哪怕只是分身 真的可以吗 你可以的 是生灵 就有欲望 尤其是他 他沉寂百万年 欲望之强 超乎想象 只要你能干扰瞬间 我们 就有成功的机会 红月帝尊坦忑无比 可以想到自己的敌人 人王 至尊 阳神 银月王 这一大群人 这一次不搏 连龙战都未必会庇护他了 那同样也是死 他一咬牙 眼中 浮现出一抹绿色 传音 做好准备了 只是 龙主事先答应的 必然兑现承诺 我 还要立足混沌 无耻如人王他们 也不会对外人食言 你看光明 道齐他们 难道我龙战 还不如他们有品行 也对 红月之主信了 不是龙战品行更好 而是人王 这群品行不好的家伙 当着混沌朱强的面 也不会食言 何况龙战 志在推翻朱强 建立大一统的强者 他不会食言的 和人王比 和李浩比 龙战的品行 在红月看来 应该更好一些 这一刻 天方世界内的天方之主 也不急着走出 而是看向雷狱方向 笑了笑 声音平静 带着一些唏嘘 劫难 你也要回归吗 虽然大家本体都在一起 可如今 整个混沌 也就他和劫难 有资格回归了 远处 雷狱 一股劫难之气 覆盖天地 整个雷狱 仿佛都活跃了起来 四周 苍穹碎裂 天崩地陷 火焰焚烧 瘟疫气息横行 一道人影 渐渐开始浮现 声音带笑 天方凶 此次我也没想如此 只是没想到 我借回归之人 居然被杀了得干净 有些遗憾的样子 又好像没那么遗憾 死了 就死了 他们不死 此刻 我也未必能回归 虽然只是分身 可足够了 只要分身能完成一些计划 本尊回归 也就迟早的是了 两人对话 仿佛无视了 天地之间任何强者 他们 才是天地唯一 因为 他们是九阶 九阶 纵然大道 只有七八千道则 也足够击杀任何强敌了 哪怕对方八千九百九十九道则 没成九阶 灵性不足 不够有序 他们的七八千道则 也能堪比这群顶级存在了 到了这地步 月阶 开玩笑 七阶杀八阶的有 可八阶杀九阶的 从古至今 从未有过 九阶的分身 那也无敌 寒暄一句 那渐渐浮现的人影 看向远处的李浩 笑了 带着一些感慨 带着一些愤怒 也有一些唏嘘 百万年前 我曾和你交手过 尽管只是一些记忆 实际上并无太多的体验 可我也知 时光难缠 不过今日 你的时光 还能用几分呢 他笑了 笑着笑着 又有些微微恼火 李浩 好好当你的时光修饰不好吗 偏要捣乱 偏要杀人 你这么喜欢杀戮吗 安心 当个时光修饰 大家还是支持你 进入九阶的 可是 为何你不听话呢 还要逆转时光 回归过去 得罪了所有人 还要开天辟地 要开混沌大道 这又是自觉前程 还想逆转时光 破开混沌大道之源 这个只能说彻底疯了 不是疯子 不会一再如此挑衅九阶 彻底将自己置于九阶对立面 换成之前 也许天方还不会允许我杀他 可现在 天方不会阻拦了 因为李浩 已经触碰到了九阶的底线 这是自觉前路了 三代时光 劫难想着 笑了 三代时光 能是其他人 为何不能是我 不能是我的人呢 哪怕我不能执掌 参考一下 参悟一下也行 找个合适的人 变成我的人 也比现在强 时光 真是让人厌恶啊 四周 无数的混沌之力 疯狂朝他涌去 甚至混沌大道之中 也有大量的混沌之力 朝他涌入 九阶都融入了混沌大道 混沌大道 也是他们力量的来源 对面的李浩 一动不动 仿佛被吓傻了 劫难之主 微微皱眉 他此刻 并不处于戒狱之中 可李浩 不出手 也不阻拦自己 彻底恢复实力 而是在看着 你在 看什么呢 那边 龙战 人亡他们的气势 已经爆发到了极致 正在抵御天方 可李浩这边 其他人都是忐忑无比 气势爆发 唯独李浩 却是平淡如旧 为何 如此的镇定 劫难不减 何止他 所有人都不减 直到劫难低沉到 为何 不拦我 这一刻 李浩才开口 一脸正色 阻拦前辈 岂不是不能让前辈 恢复巅峰 不是巅峰的劫难分身 但也就堪比一些八阶 唯有巅峰期的劫难分身 才能真正 带来巨大无比的收获 疯了吧 劫难之主都惊呆了 你是不是疯了 你 就为了这个 你到底有多自信 可以杀死我 所以让我恢复 让我强大 杀死我后 可以获得最大的利益 哈哈 有趣 有趣 太有趣了 李浩 你真是个妙人 劫难之主笑声响彻天地 你 真有趣啊 你 真能杀死我吗 我不信 没人会信 除了你自己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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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